嗨 你們好 你們有沒有覺得我有什麼不同呢 今天我今天用了我的新的Sony相機 我買了這部Sony的NAX5T 我買了白色 我很喜歡白色 比起它有紫色和黑色 然後我選了白色 因為我是女生 所以我比較喜歡女生的顏色 然後我買了這部相機 然後希望我的燈光也OK 因為我完全對電子的產品 我完全不太懂 電腦我也不太懂 不是太聰明了 如果你有看我的Instagram 就會看到我的相機的照片 所以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首先我在Sephora買了一件東西 我買了Glam Glow Hydrating Mask 我其實蠻喜歡它的 因為我之前我姐姐給了一個相片 我試了 我試了之後 我超喜歡的 它的味道很香 然後我買了它 然後我暫時用了兩次 因為我也是最近才買的這個 然後我超級喜歡的 你記住這個 是藍色的 是藍色的 是這樣的 然後這個有個星星 然後我也很喜歡它的包裝 因為它的包裝很漂亮 很有趣 然後我在Urban Decay買了一些東西 我買了這個 Surreal Skin的粉底 其實如果你有看我上一個影片 就知道 其實我很少塗粉底 但是我看到它這麼便宜 這個只是10元美金 原價好像三十多元 因為它現在Urban Decay正在做減價 所以我看到這麼便宜 我試一下 然後我買了 然後我買了 Dream這個顏色 然後我給你看裡面是怎樣的 就是這樣的 紫色的 然後打開它 就是這裡這樣 然後下面有一個掃 它的掃其實也挺滑的 不是太差的 所以我洗完之後 我就會用它的掃 然後我買了Urban Decay的Primary Potion 很出名 大家都認識 不用說太多 然後它這個也是很划算 然後這個是20元美金 有兩支 即是10元一支 然後平時如果你買一支的話 都要十幾元 即是差不多20元 然後它有兩支不同的 一支是Anti Aging的 另外那支是Original的 我應該會 保持這個Anti Aging 給自己 然後另外那支給Jessica 為什麼我給Jessica呢 你們遲些就會知道為什麼 之後我買了這個 這個也是Primary Potion的 但這個就是 金色這個 然後是有一點點顏色的 然後 也是很划算 好像是10元 然後所有價錢 我都會放在下面的 我不是用過這支顏色的 所以我想試一下 然後我買了三支 我用了這一支 所以這支是關不了的 對 我覺得 對 我第一次用 今天暫時還可以 因為 對 我平時其實很少塗嘴 除了潤唇膏 我很少塗嘴 但是 我看到它這麼划算 很划算 很便宜 然後價錢我 不是太划算 不是太划算 超級划算 真的 不是 不行 對 然後所有東西 我都會寫在下面 然後這三支顏色 也 比較漂亮 然後 然後 看看 然後 然後 我又買了兩支 這個 Travel Size 的All Lighter Setting Spray 我其實也在用 現在暫時 我也有一支 小一點的 Setting Spray 我不太記得 是不是All Lighter 應該不是 因為我記得 這個是黑黑的 顏色的 然後我家 我現在有那支 是白白色的 就是那個 Label 然後 然後 4元一支 我記得 是4元美金一支 然後我買了兩支 然後 對 還有 小小支 很方便 現在我去旅行 也很方便 然後我買的時候 他說買沒50元 就會送這些給我 然後他又送了這一支 Prep Spray 給我 是化妝之前用的 跟我之前買的那個不同 因為我之前買的那個是Setting Spray 就是化完妝之後 這個是之前 用的 是B6 的Spray 然後我給你看看樣子 這個樣子也有點不同 這個是綠色的 這個是紫色的 深紫色的 我都沒用 全部 然後他又送了這一支 Urban Decay Big Fatty Mascara 給我 Big Fatty OK 很搞笑 尺寸也蠻不錯的 然後他又送了這個 Urban Decay Primer Potion 的 Sample給我 這個是Original 然後尺寸也蠻好的 真的不是那麼小 這個是Original的 之後他又送了這個 也是Urban Decay Primer Potion 的Sample 這個是有四個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嗎 其實Urban Decay Primer Potion 有四個顏色的 就是Original Alan Syn 和Anti Aging 然後他又送了這個 這樣給我 然後 小小的 對 這樣的 然後到最後 他又送了這個 Urban Decay Revolution Lipstick 給我 是試用妝 然後 小小的 然後我看一下 他的色號是什麼 他的顏色 他的顏色號就是69 69 看看 很可愛 很小的 我不知道你們看到嗎 看到嗎 很可愛 這樣 然後我 遲些使用它 然後我去了Original 又買了一大堆東西 然後 首先我買了這個 Real Techniques的掃 這個 就是 Core Connection的掃 然後這個是 橙色的 有四支 這個全部都是 給擦麵的 然後 其實我現在有 Elf的掃 其實我也超級滿意他們的 但我用了他們 實在太久太久了 然後我也是 想試試新東西 因為我又聽過很多人說 Real Techniques 很好用 然後Elf也是超級好用的 我也會繼續用 Elf的掃 然後 我想試試新東西 所以我買了 Real Techniques的掃 然後我買了 這個 Real Techniques的 Travel Essentials的掃 這個只有三個掃 然後一個是擦麵 一個是擦眼 一個是擦... 又是擦麵 對 我不可以聽說 為什麼我會想買他們的掃 因為我現在真的很滿意 Elf的掃 但我也想買他們的掃 因為他們正在做減價 他們是買一 然後第二件是50% 就是 這個好像是 20元美金 然後第二件會是半價 第二件是10元 即是30加 即是20加10 再除2 即是15元 即是15元 一個 即是這個15元 這個15元 即是底這個 20元一盒 所以我才買 因為他正在做減價 然後我買了 Real Techniques的這個 即是 每一個分別的掃 我買了兩個 這個就是blush brush 就是塗麵枝的 他說用來 就是這樣的 粉紅色的 我還沒洗 所以我不是用過 所以我試試看 是否用來塗麵枝 因為好像很大 所以我可能用來塗碎粉 應該 對 我遲些再告訴你們 我用來做什麼 然後 之後 我就買了 兩個 這個 Sippling brush 我用來塗我的BB cream 對 我新買了Urban Decay的粉底 我應該 也會試用這個來塗一下 然後 對 去買另一個半架 我買相同價錢 那些 便宜一點 然後 我買了 兩支 這個 Expert Face Brush 我聽過很多人說 他很好 我很想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很好 然後我也摸過 那些掃的 真的挺滑的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 Elf的掃 是滑過Real Techniques的掃 但它的Real Techniques的包裝 比Elf的漂亮 如果比較的話 因為我喜歡粉紅色 還有它的 Real Techniques 就是 這裡是金屬 這樣 下面 真的 沒有那麼容易 掉 就是Elf的掃 我最近有一個掃 掉了 而且很多人 很多人 都 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 Elf的掃 也是掉了頭 Real Techniques的設計 好過Elf的設計 但是那些毛 我覺得 是Elf的 滑過Real Techniques的 那些 我不知道你們明不明 我剛剛 但是 我想說這麼多 最後一個 Real Techniques的產品 就是這個 powder brush 這個 比起 這個 blush brush 大 大一點 是這樣的 它的分別是這樣的 比起它大一點 但是 對 它說是powder brush 我也會照是powder brush 這樣用 但是 blush brush 我應該 我會試一下 我會 洗了之後 我會試一下 適不適合用我的blush 因為好像很大 對於我的臉來講 都是 但是我看到它這麼大 所以買它回來 然後我買了這個 too face 的 lip injection 先試一下 對 是這樣的 透明的 這個是怎麼用的 這個跟平日的lip glass 不同的 它會pump up你的lips 令你的lips 比較脹 我不想超級脹 有一點點脹 因為 我知道 我之前也用過這種 lip glass 就是有一點薄荷 有一點刺激感覺 在你的lips 然後 你的嘴唇 會脹一點 然後 我又不想說 什麼整容 打針 其實我的上唇 有一點薄過下唇 所以我想試一下這個 然後 我的嘴唇 可以封滿一點 然後我買了這個 the body shop 的tea tree face mask 這個也是很便宜的 而且可以在做買 第二件半價 所以 對 很划算 然後我想試一下這個 然後 哎呀 很重 我買了這個 the body shop 的 shower gel 然後它也是買 第二件半價 然後我買了 兩個不同的顏色 我其實沒試過用的 但我也想試一下 因為它減價 所以我試一下用 很重 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然後我買了 lotion 因為我 這裡在LA很乾的 超級乾 所以我每逢洗澡之後 我都會用lotion 然後我買了這個 hams的lotion 我之前也有用過 然後我覺得很滿意 然後這個 特別一點 這個是triple moisture 真的很潤 然後我聞過 然後很香 然後我買了兩枝 然後這個 又是買一 然後第二枝 就半價 所以 對 超級抵 所以我一定要買 我又買了 這個 又是lotion 又是hams的lotion 這個 就是age defining lotion 然後 這個是 很出名的 如果你們在美國住 你們應該知道 很出名的 我又是買了 hams這個牌子的 sugar body scrub 因為夏天來到 所以我想 幫身體做一下磨砂 所以我買了這個 來試一下 我暫時還沒用 所以可能遲些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就會告訴你們 用後感是怎樣 最後一個 hams的產品 就是the jet statter 的袋子 然後它有 這個就是 這個 lips treatment的東西 這個就是他的 body lotion original sense 然後這個就是 契物 這個就是 body scrub 然後這個 跟我之前買的 所以我想試一下 然後我在 back and body works 買了三支 lotion 那時候很划算 我還買了 六元三支 的promotion 就是兩支 然後我買了兩支 這個sense 一個這個 然後這個 是japnees cherry 這個就是beautiful day 的sense 然後 對 我覺得他們 挺香 所以我想試一下 買來試一下 因為我的車 對 我有時候手很乾 然後我的車 又沒有lotion 然後我會試 大支那麼大支 所以我就買一些 細緻一點 對 比較容易 方便一點 然後我 最後 我去了CVS CVS是什麼呢 其實CVS是一個 一個美國的 你可以叫做藥房 pharmacy 但是 他最有名的就是pharmacy 就是賣藥的 但是他也賣化妝品 賣一點食物 CVS是其中一家 美國的大型超級市場 然後我買了 然後我買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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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seline的 他那時候還可以減價 我記得又是六元 又是六元三支 然後我買了兩個 這個Original的 一個就是 這個 Rose lips Rose的味道 然後我沒試過這個 但是 可不可以買全部Original 所以我就想試一下這個 然後如果你看我 上一個影片 應該知道 對 我買了這個 然後呢 剛剛掉了這個 就是 就是這個 Maybelline的 Pumped Up 的 Mascara 這個是新出的 所以我想試一下 因為我現在用的這一款 也是乾了 也是Maybelline的 然後有點乾了 所以應該是時候要買新了 所以我想試一下這一款 然後我不知道其實我有沒有買錯 因為平時我用它是Waterproof的 所以這個好像 我不看它有Waterproof的 所以我可能買錯 但是不要緊 我想試一下 我也不知道它有沒有 這個Waterproof的 所以我想試一下 不要緊 我免得去換 很麻煩 然後我買了三個 Phillips Sonic Care的 牙刷頭 如果你有看我 保持口看清潔這個影片的話 應該知道我是用電動牙刷的 因為電動牙刷 其實是比起用手 自己刷的那些 是乾淨 超級超級多的 所以我很建議大家 用電動牙刷 千萬不要 不是 千萬不要用 但是最好 如果你免得 其實不是很貴的 但是如果你免得到 用電動牙刷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我就買了這個 Sonic Care的刷頭 然後每一個包裝 裡面都有三個 所以我可能有時間用 因為每三個月 就換一次 所以我這裡有三個 然後有三個 三個 九個 九個 我真的不太會計 但是我可以用很久 但是我那時候 有一個25%的Coupon 所以我買了三個 如果平日的話 我只買一個 因為這些刷頭不便宜 我記得好像可以三十多元一個 一個包裝 好像二十三 好像三十多元 但是我那時候有25% 為什麼 我就拿了 就是拿三個 那我就 很久使用 然後到最後最後 我就是E.L.F.那裡 買了一些刷 這個就是 Complexion Brush 其實我也蠻喜歡這個 因為我用來塗 blush 還有用來塗 powder 都可以 所以 暫時我用來做 blush 然後 很多功能 可以用來塗很多東西 然後我 我就用 我就買了這個 blush brush 他就說是用來塗 煙子的 但其實我用來做 highlighting 就是我鼻 眼下邊 這個 這樣 我用這個 來塗 然後我買了這個 small stipple brush 我就用來塗 BB cream 然後我發現 他 比用我的手塗 因為我之前 BB cream經常用手塗 對 然後我發現這個比較好 然後我 一年前之前 我就用這個 來塗我的粉底 所以 然後 最近我用這個 來塗我的BB cream 我很喜歡 最後兩樣 就是我買了這個 ELF的 blush 還有bronzer 就是come with blush 和bronzer 兩個一齊 然後給我看看 然後其實 ELF的包裝紙 那些 也很便宜 超便宜 很便宜 很便宜 但是他裡面的 那些 為什麼呢 他的包裝 不是特別漂亮 那些 他的包裝不夠其他 但是牌子那些 那麼乾淨 那麼漂亮 但是他的顏色 還有他的質素 很好 blush 和bronzer 這個顏色 這個也很出名 每個人都說很像 NARS那個牌子 那個blush 這樣 然後到最後 我買了這個 ELF studio 11 piece brush connection 的 brushes 很明顯 他有 11 brushes 然後他 有 所有 差不多我用 我喜歡用的 都是在裡面的 然後我想試一下 其他的 所以我買了這個 來試一下 我給你看看 你怎麼樣 說真的 他真的很便宜 他指這些 很軟 很便宜 但是 最重要也是 數好用 對不對 然後 然後他有一個 袋子這樣送 所以如果去旅行 那些 我就可以用這個袋子 這樣入住 不用用我的膠袋 如果你有看我上一個影片 我只會用密實袋 這樣入住 然後他 有這個 這樣 這裡全部 掃到小 好 那我這個 皮膚和化妝 就完成了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就喜歡我這個影片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因為如果平日我不拍片 我經常用instagram 所以你可以 對 看我的instagram 照片 那些 還有這個 頭飾 其實我在Forever21買的 我在下一個影片 會介紹我買了什麼 那些 所以記住 StayTuned 好 拜拜